QS是一個很重要的國際機構 在高等教育方面 QS帶這個戰爭來澳門 就是第一展示澳門高等教育過去20年的發展 亦都展示各個大學的澳科大 和其他高等院校實力 亦都展示表達我們可以 跟國際高等教育不同知名大學的交流意義 因為大部分人都未來澳門 又對澳門的高等教育 澳門的大學過去20年的發展都不了解 所以我們覺得這個好機會 就是展示澳門高等教育過去20年取得的成就 和我們的實力 在橫琴的發展 在大灣區的發展 就一直為止 我覺得這個會是好機會 這是一個比較大型的活動 亦都是一個很好的渠道 可以宣傳澳門 亦都可以宣傳澳門的高等教育單位 所以我們就做了這次的參展 當然希望希望多些人了解澳門大學 除了澳門大學之外 澳門有很多高等院校 希望從這個機會推薦到澳門的 更多人認識澳門的教育體系 亦都希望可以推廣到澳門的旅遊行業 我覺得因為QS還是一個全球比較認可的一個平台 然後在這個活動中 我們希望通過這個展覽 也能夠和全球的 尤其是亞洲的這些比較優秀的學校 能夠展開更多的國際的合作交流 也希望通過這個平台 讓我們學校西安建築科技大學 還有我們強勢的建築學專業 能夠走出中國面向世界 我覺得十分的熱鬧 然後來的來賓非常多嘛 然後他們在這裡邊的學術氛圍是非常濃的 我看到每一個展會上 他們都在非常盡情的討論著一些比較學術的問題 那我認為是大家在這裡邊 是享受到自己在這兒來的目的的 這個活動是很精彩的 Macao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做了一個很棒的工作 在這個地方 這裡的廳門很漂亮 很廣闊 外面非常好 對,它是一個很友善的環境 我認識每一個人這裡 我也是很舒適的 與其他朋友也有其他朋友 他們說我一樣 這個地方是非常美麗 和這城市是美麗的 很多人都在這裡 and I enjoy really the place here, yeah